8月12日下午,薛之谦在北京出席某商业活动,发布会后接受了媒体采访。 群访中,薛之谦大方向大家分享了最近的日程,谈自己的感情现状,谈未来的事业发展,还力挺最近介入抄袭传闻的大张伟。 而被问到之前被报道的爽大牌问题时,薛之谦用一贯激动又无奈的语气说道, 我哪有爽大牌,我没有爽过大牌,我也不是大牌。 之后薛之谦还透露,我去上学了第二季,是自己参演的最后一档综艺了。 下半年会集中精力去拍戏,之后当有记者提到了最近陷入抄袭传闻的大张伟时, 薛之谦立体好友表示,只是用在节目中而没有收录到专辑里的并不算抄袭。